即金二平台其實都說了很久 籌備了很久 其實有了這個平台推出意味著什麼 對於老闆也好 對於打工仔也好 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多了 或者說說給一些打工仔女 最大的好處 盡量 當然是減費 你剛才也提及過 其實周費打工仔女都很關注 我們職金局一直以來都跟業界合作 是盡量減低收費的 其實現在收費大概是1.4% 從2007年的2.1% 其實都減了1.3% 但是有了職金二平台 我們預計減費行政開支的部分 是可以大幅減低的 我們預計在運作頭兩年 行政費是可以平均減36% 同時在10年內 我們預計可以減的行政開支 是可以高達300億至400億 這是怎麼解釋呢 就是相等於現在的行政費 最高可以減到55% 或者再簡單一點來說 如果現在你開支行政費的部分 你交近1元的話 將來只需要交4.5元 這是第一個好處給打工仔女的 同時平台也會提升用家的體驗 簡單來說就是方便易用 現在打工仔女可能一般來說 都不止一個強積金戶口 因為有轉工或者轉行 平均都有兩三個戶口 經常要寄很多資料 又要去找不同的仇台人 都有點麻煩的 但是將來有關積金二平台之後 每個人就會獲發一個 就有一個積金二戶口 這個戶口是跟你一輩子的 就是說打工仔女 無論是轉多少次工 做其他事情 做part time 做自僱 或者你在多少個受託人的計劃 開過強積金 你只要登入這個戶口 看到你的資料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fund Tabii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作詞・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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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